各位觀眾大家好 之前有觀眾留言說想在港足點障錄聽到這位球員的介紹 所以今天我就會介紹可能是現時港超中最強的華人潛通 他就是孫明謙 孫明謙小時候已經喜歡足球和開始踢球 還接受了不同的足球訓練 在中學的時候他更加以隊長的身份帶領拔萃藍書院 在2016年和2017年兩度奪得學界男子格中D1的冠軍 2017年他亦代表香港對戰萬聯U16 並在那場比賽中交出一個助攻成為全場最佳的球員 在那場比賽後他就在2017-18球櫃 擔問甲組球會海景開展隊的球員身難 而在2018-19球櫃 他就跟隨海景升上港超聯 他在2019年1月入選港隊U23出現省港盃 梯次會合的賽事 透過一個佛球助攻梁樂恆領入反超前一球 協助港隊第17次奪得省港盃的冠軍 之後他就在對元朗的賽事攻入港超第一球 但很可惜海景只能在聯賽榜中爬包尾 需要降班 那季之後他就入選大港腳 主場出戰對中華台北友誼賽 但港隊最終是20比2敗陣 2019-20球季 孫敏謙轉頭和庫大埔 並在各項的賽事總共攻入3球 在第7周對流浪的賽事中攻入1球 協助球隊U23比2擊敗對手 之後他也在對南區的青鷹杯賽中回海2度 協助球隊U23比2逼和對手 出色的表現也令到他當選2月份的港超最佳球員 但之後賽季在歷程下腰斬 大埔也決定退出當屆比賽 以及宣布來季自降甲組 而在這個球季他也有入選港隊 出戰世界盃亞洲區俄維賽和東亞足球近表賽 2020-21球季 孫敏謙轉頭飛馬 繼承著陳少奇的7號球衣 他帶著新陳少奇這個稱號挑戰新球季 但可能這個稱號令他壓力太大 他表現麻麻 只攻入4球 最終球隊在聯賽榜排第4 季後也宣告來季自降丙組 雖然是這樣 但他仍然當選當屆最佳年輕球員 以及入選港隊出戰世界盃外圍賽 2021-22球季 孫敏謙轉頭東方 還隨即有豪表現 他在青英杯賽事中攻入7球 連帶著聯賽的1個入球 成為當屆的本土神射手 他也有代表港隊出戰亞洲杯外圍賽 還在對柬埔寨的賽事中攻入的首個代表隊入球 當在港隊相閣54年 再次打入亞洲杯決賽州 之後他也有去南韓出戰東亞足球錦標賽 在9月份港隊主場對緬甸的友誼賽 他少有地在港隊擔任前場中鋒的位置 除了有一些不錯的射門 也可以拉開空位給中場球員入攝 今季孫敏謙集成各項賽事中攻入5球 是華人球員中入球最多的其中一員 隨著他今季的狀態提升 相信大家對他在亞洲杯的表現也有所期待 不知道大家對孫敏謙有什麼看法呢? 歡迎留言大家聊一下 今天的影片到此為止 喜歡可以Like、Share、Subscribe這個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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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